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长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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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 先把它排满 这是第一列 我们现在来换颜色绣第二列 我们就擦控 你看因为这个形状呢 它稍微有一点特殊 对不对 它不是那种规则的形状 它有点像这种三角形 好 你看第二针 我们就擦控 其实 好 我们可以 先把这种大的线条 我们先给它绣上 它这个有一个个人习惯问题 有的人喜欢从第一针开始 把它全部排满 还有呢 就喜欢像我这样子 把它先把大控擦了 然后呢 再从中间来補针 这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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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准备了 这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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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位 好 大家看 你看刚刚这种是一种方法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 就直接把它 平列着过来 把它塞满 就 不是隔一针 锈一针了 你看我这个地方我就直接可以加一针 这只是步骤的一个问题 好 看到没 我现在所绣的就是把它全部 依次给它填满 就是不留空隙出来 所以大家如果在接触到不同的一些教学的时候 就每个老师教的可能步骤都不一样 其实没有对错 就是个人习惯的问题 比方我看过崔西的 那个视频 那么它的一些针法呢 它就是我刚开始的那一种 就是先走大线条 然后再去 再去中间再填 好 我平常最习惯用的就是 挨着给它一次性到位 看到没 现在我们绣好的这个线缝里面 大家看不到缝隙 也看不到明显的一些 接口 你只要注意一点就是 你的所有的针角长度一样 不会出现很短很长 那么它就也不会出现 参差不齐的这么一种情况 好了 这个我们就绣好 绣好以后呢 像这种 假设我们现在呢 需要换线的时候呢 我们就再用其他的一些线 来给它进行一个填充 我们现在换线 再用其他一种 大家看 我现在就是一次性填的 我没有把它倒头 然后再往返回来 这样我就一次性 给它铺满 其实按照针法来讲 有人管这个就叫自由秀 就没有说 严格意义上的这种长短针 然后再往返回来 好了 再往返回来 再往返回来